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 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我現在又來到了魚市 這次又要來吃這邊有名的烏泥洞 這家店最近人氣質距上升 很多電視台都來採訪過 號稱它的烏泥洞 品質是世界第一 敢如此的猖狂 講它是世界第一 就用我的味蕾來檢驗它一下 然後這邊汙泥洞 最特別它是用了 五種不同地方的汙泥 號稱五色的汙泥洞 就跟著我一起去吃吧 哎呀 來這邊就是要點這個當店之寶 五色海膽 含稅是6600塊日幣 今天提供哪五大呢 這邊有美國釘的 這個白的 白的就是紫海膽 北方四島的是馬糞海膽 魚式的是紫海膽 北方四島這個是炙燒過的 那這邊是馬糞海膽 還有古瓶釘的紫海膽 五種 大家是不是又要崩潰了呢 然後除了這邊汙泥洞很有名之外 然後還有海鮮洞 這邊有一個 桃蘿沙蒙還有 幾乎 三千三百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有這個用身穿的 一個叫做金米牛 做成的一個 算是生牛肉洞 然後上面有一個汙泥 然後這邊有一個烤花魚 蠻多的 然後還有喝威士忌 有蠻多菜單的 太浮誇了 這個汙泥洞滿滿的五色汙泥 那這邊有五種 等一下自己排列 一次吃到五個地方的汙泥 那我先吃哪一個呢 我從這邊吃過來好了 我先吃美國的紫海膽 美國釘啊 不是美國的喔 哇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覺得它這個 非常的鮮甜 然後在舌頭的 那個尾韻啊 鮮甜感都會跑出來 然後這個汙泥 吃起來 口感還算有點比較 扎實一點點 沒有很軟爛 很不錯耶 這一個紫海膽 我覺得就已經非常非常的棒了 幹 好新鮮啊 看九月初 汙泥還這麼新鮮 然後看這個五色洞 排列組有沒有看到 就是先紫海膽 馬糞海膽 紫海膽 馬糞海膽紫海膽 有排列的喔 就看起來有劍條的 就看起來有劍條的 北方四島 遙望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 科普一下 現在還是 以日本的說法來 就是俄羅斯強戰 然後馬糞海膽紫海膽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它這個馬糞海膽 這個我覺得鮮味 然後它的甜味更甜了 比較濃厚一點 然後這個啊 美國丁的白海膽 這個海膽啊 吃起來的甜味比較稍微清爽一點 當然這個大家老饕都喜歡吃馬糞的 天啊 人間美味啊 然後魚式的 就是這邊的紫海膽 坦白說味道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覺得這邊好像稍微帶了一點點酸味啦 但其實 美國丁跟魚式隔壁合宜啦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味道差別吧 但是就是這個 就吃一個爽度啦 有五個地方 然後最後這個 第四種 北方四島 馬糞的 炙燒的喔 炙燒過的喔 我覺得炙燒完不錯 它表皮有一個炙燒就是烤過的一個香氣 然後呢 到了一個舌頭裡面啊 它就是一個甜味 鮮味都跑出來 我覺得這個炙燒過之後的它的口感的層次比較多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然後烤完之後表皮有稍微 脆一點點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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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不一樣而已 又很明顯 又很明顯 天啊 骨瓶的 骨瓶丁也是在雞丹半島 所以基本上這邊 三種都是雞丹半島的烏尼 最後一種喔 骨瓶的 我現在吃起來它的甜味是最淡的 比較沒那麼鮮甜 但是我覺得這五款新鮮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吃完啦 我覺得這一碗凍我給到了 九分 我覺得可以給十分 我覺得真的非常超值 然後這一家店啊 是最近這邊突然紅起來的一家店 因為這個五色凍 不只有這個視覺上的一個衝擊 口感上面啊 我覺得無可挑剔 然後這邊有放一個甜蝦 那甜蝦在北海道最有名的 就是那個劉蒙 盧蒙營那邊 下次有機會去那邊 拍那邊的甜蝦凍 也非常的好吃 嗯 甜蝦就 嗯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烏尼洞讚 最後這邊最推的就是這一碗 喔 這個半隻螃蟹的湯 喔 天啊 Oh my god 喔 很鮮甜 很開胃 超新鮮的 這一碗 喔喔喔喔喔 這一碗 喔喔喔喔喔 這一碗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嘖嘖嘖嘖嘖 這一碗就超值 我覺得光這一碗 喔 我覺得在雜謊室賣一個 400塊日幣沒問題 啊 棒 然後我又加點這一個 伊菇拉丼 那這一小碗 1100塊日幣 有點小貴啦 讓我出來拍一遍 沒有在省錢的 就是要拍給大家看 然後呢 他們說要撒在上面 這個烏尼洞上面 真的是 太奢華了 太狂 太狂了 我每次在 頻道上面看 其他台灣的YouTuber 拍那些海鮮 嘖 其實我心中就說 啊 這個都是小case 有機會來北海道 拍一下影片 什麼叫做鮮 來北海道就對了 什麼叫做澎湃 這個伊菇拉丼 拿烏尼 好吃要翻掉了 疫情結束 大家吃爆這家店 我烏尼丼吃到現在 這一家 第一名 品質世界低 然後這邊還有一種奢華吃法 這個海苔夾這個烏尼喔 那看你要全部飯呢 還是要烏尼都可以喔 耶 耶 你要放多少烏尼都隨便 你要 哇 哇 這海苔階隙的空氣時間比較久一點 沒有那麼脆啊 再吹一點會更好 直接撕開那種感覺 但是上了之後馬上就要 對對對 所以我建議大家上了之後 先吃這個海苔 因為空氣接地太久了 軟體啊 喔這個海苔的那種 鹹味啊 加深這個烏尼的這個層次感 更好吃 我覺得更好吃 然後這家店呢 是從四月到九月底喔 那烏尼丼是從七月供應到九月底 所以你要來吃烏尼丼 最好是乘這個 雞蛋半島烏尼 解禁的時候來才吃得到喔 嗯 我的影片怎麼可能沒有冰淇淋呢 然後剛好上網Google一下 剛好這邊附近有一家 賣冰的店 手錄不到一分鐘 那我就來嘗鮮一下 然後在這邊點餐喔 然後這邊有一球 兩球 三球 四球 都有喔 那我點這個四球 五百六十塊日幣喔 然後這邊這前三個 這一個藍莓 Rossberry 葡萄 這邊就是他自家農場栽培的 然後這邊寫低榮藥 然後剛剛老闆說那個 梅隆喔 也非常的好吃 老闆現在挖那個梅隆 四球喔 那他說不能用餅乾 他說餅乾很危險 所以都用杯子 老闆說這個 梅隆是一個夢幻的梅隆 多夢幻我等下吃看看 然後這邊還有在賣可麗餅喔 然後是一個很可愛的 日本小美眉在做的喔 正確 呀 四球五百六日幣 我覺得還滿便宜的 哇 剛剛這一球 葡萄 很清爽 非常的濃郁 我覺得這一球超級好吃 我剛剛稍微撇了一下 就中了 好吃耶 每一球啊 慢慢的吃下去 這邊這一球是那個 Rossberry 葡萄 葡萄 葡萄吃起來裡面有一個顆粒 不知道是什麼 葡萄的汁嗎 葡萄的汁 好像有一點 葡萄這個味道就沒那麼甜 你感覺像在吃水果的感覺 就非常的天然 然後沒什麼任何的添加物 真的絕對沒有什麼添加物 然後這個葡萄啊 感覺有點像在喝那種葡萄白酒的感覺 真的 我真的沒有蓋大家 這一家店 絕對要來吃這個冰 真的 剛剛最終一次他用的餅 真的 如果大家來疫情結束 吃這一家不好吃來找我 我覺得絕對不會有人來找我 葡萄你家的弟子跟什麼 弟子加在這邊 如果覺得不好吃來我家找我 但是我保證不會有任何人來我家找我 來啦 我們吃完了兩球 來到了哈密瓜這一球 講片話 好吃啊 他這個冰淇淋還算蠻綿密的 然後你吃下去 在你舌頭的這個中端啊 會有一個哈密果香 整個爆發出來 然後是一種很天然 沒有那種就是很濃很濃 讓它有點負擔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天然 很容易吸收那種冰淇淋的感覺 讓你一口接著一口 我現在跟大家說 這是我目前吃到 北海道的水果冰淇淋 這一家 第一名 真的是第一名 看著我的眼鏡 這一家 水果冰淇淋 必來 來 最後一個南美 然後你吃了裡面很多這個南美籽 你只要吃到這個南美籽 就代表它是百分之百天然的 因為這個南美籽很難 跟這個南美的果肉分離 所以一定要一起製作 吃起來就是非常天然的 那沒有說到很甜啊 但就是它的天然 那南美啊 是這個水果裡面 抗氧化裡面 這個最好的一個水果 那這一 這個四球 560塊 是第一球 140 滿便宜的 那又好吃 非常推薦大家來這家店 那資訊都在說明欄 不要留言跟我講說這家店在哪裡 然後這個商店的外觀 是紅色的喔 然後在魚市的這個神道旁邊喔 那其實我是第一次來 我經過好多次了 其實不是很齊眼啊 想不到這麼好吃喔 大家下次一定要來吃喔 然後這今天吃的烏泥洞啊 跟這個冰淇淋店 走路只要三分鐘 就會來到一個海邊喔 然後這個海邊幾乎沒有人 今天天氣超級好的喔 左邊那邊是黃金夾 我之前也有拍過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北海道喔 超級美的 而且重點呢 沒什麼人 那我現在走在魚市這個 無人的沿岸喔 那其實我最近的生活 其實過得 大家看得出來 過得滿滋潤的啦 就是吃一些好料的啊 然後工作時間啊 我主要就是 專職的YouTuber 跟建議我的電商 其實工作時間都可以自己調配 其實過得都 滿好的 那其實有一些 建議對這些想做YouTuber的 一些小建議啦 其實我在去年的八月喔 曾經一度想要放棄 那時候我已經拍了三個多月 但其實頻道沒什麼起色 那突然一間房子喔 突然讓我的頻道 訂閱從六百跳到了六萬 那也很感謝那時候 我有堅持啦 堅持了四個月 然後才等到那個頻道的爆發點喔 那當然我相信 鏡頭前呢 有一些剛做頻道的人 可能已經做了半年到一年 其實做得很沮喪 這個我也很清楚啦 就是真的是頻道 這麼用心拍影片 也沒人看喔 就是一度 就是大家都想放棄嘛 但是 我覺得 YouTube就是這樣子喔 你一定要持續的更新 堅持下去 有一天喔 說不定YouTube的演算法 就會算到你的影片喔 那整個點閱起來啊 其實慢慢的廣告收入起來 之後呢 慢慢的有一些 業配或團購 都會讓你的這個收入越來越好 也讓你的生活會越來越自由 那這是我以上一點點的小建議啦 你看看喔 無人的海邊真的非常美喔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我們下個海鮮凍見喔 掰掰